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蜗牛赛永途 我是岛主 现在我在南昌的房车展会 现在就在德发的房车现场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身后有一辆德发圆梦365房车 是非常比较小巧迷你的一辆房车 非常可爱 下面就有请我们德发的美丽的花姐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圆梦365房车 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德发的新款车型 圆梦365L版本 它的车厢长度是3米65 宽度是2米1 高度是2米3 里边的内高是1米8 豪华版的配置是600瓦的太阳冷板 200A的电池 还有24伏的直流变频空调 它用电是比较方便的 用电池的电就可以了 无需外接电源 水箱是配的80升的清水箱 还有80升的灰水箱 还有燃气热水器是强排式的 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的逆边器配的是2000瓦的逆边器 就是365L的豪华版本 还有配有50升的车载冰箱 所以说基本都是比较齐全的 下面我们到车内看一下 现在我们到我们的圆满365L的室内可以看到一下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厨房区 洗菜池 然后800瓦的这个电磁炉 这边是整个电路的控制系统 然后这边是那个直接可以给手机充电的USB充电口 还有点源器母座 以及这边的这个220伏的那个电源插座 上面的话是我们的储物空间 你看上面都是一圈的吊柜 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对过式的卡座 它的尺寸是2米乘以80的 落下来就是一个80宽的这个单人库 还有就是进门这边有一个这个是专门设计的一个鞋柜 虽然咱们这个房车小 这边是衣柜 衣柜 鞋柜 全都是有了 然后顶上的话我们有两组那个照明灯 还有这边氛围灯 然后换气扇是那个双向换气扇 比较方便一些 窗户的话也比较多 一共有5个窗户 这样的通风换气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豪华版的话还配有一个50升的那个车载冰箱 我一直是装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台车配的空调是24伏的直流变频空调 用电瓶的电 然后还有一个柴暖 大家需求也比较多 可以做一个选装 这边是我们那个前面的那个大床区 尺寸是2米乘以1米35 两个人一家三口都可以都没问题 然后床边的话它是配有三个窗户 它的通风效果非常好 可以看一下 下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365L的那个卫生间 卫生间的尺寸是90乘以65的 然后我们配的是移动便携式的马桶 这次会展示没有带过来 然后这边是一个花洒可以抽拉式的 拉出来就是淋浴洗手池 然后下边是一个储物空间 旁边配了一个窗户 是有隐私连 这样连都有的 还是很方便的 上面是一个照明灯 然后旁边是一个梳妆镜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款 圆梦的365L的价格 圆梦价格是舒适版是49800 豪华版是69800 名额有限 有兴趣的小伙伴早点下单 我在德发等你 我给大家看 by bwd6